听众爱家 爱加油方法 欢迎收看由会员过意 全球领先的特卖网站 唯品会冠名播出的练加油方 您的家庭生活宝典 我是练家观察员张鲁一 每一个男人的心中 都曾经有过一个女神 她也许是美丽动人 也许是温柔婉约 仿佛这世界上 所有最美好的词语 都被她一忙打尽了 但是 如果老公的这个小秘密 被老婆发现 那么无论是女神财神 还是丈夫的守护神 都救不了你的 老公啊 今儿我得主动夸夸你啊 终于跟我浪漫一回 主动约我看场电影 谁说咱们老夫老妻 就不能一起看个电影啊 秀个爱啥 再说了 这电影票还有两年过期了 不看浪费了 不过以后这种电影 还是少约我看 笑得我余未闻得出来了 我说啊 你笑归笑 但笑的时候啊 掐我大腿的毛病 以后得改改 我这大腿 当然给掐紫了 别说 刚总这电影还挺好看 我感触很深 没错 所以说呢 夫妻之间 平平淡淡才是真 老婆的恩情深似海 女神哪 杜娟演的初恋 简直是女神的完美化身 同一部电影 男人和女人往往会看出两种 截然不同的感觉 什么女神啊 你到底看懂电影了吗 这你就不懂了 每个男人的心目中 都有一个女神吗 那就是说 你也有过女神 前方欲尽 谨言善行哦 什么叫有过呀 现在也有啊 我上大学那会儿吧 有一门学系的学姐 不光是人长得甜美 那气质绝对是臭分脱俗 我们系的男生 童年鸡的 每天晚上准保是 咬门嚼字的在那写情书 这么厚一尾唐语字典 咔咔咔咔 声势给翻成了三本了 那你都怎么咔咔咔 写的情书啊 我自然是洋洋洒洒的 就写了那么一篇就叫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神 男人果然都是单细胞的动物 女人随便给刨一个坑 真的就往里跳 一句漫不经心的话 变成了女人情绪暗涌的导火索 男人呢 还浑然不知呢 老婆 我诊了呢 你去沙发想着你的女神睡吧 老婆 那都是我年少清床时的往事 你生什么气呀 是不是 那如果我要跟你的女神 像电影那样站在天台的两边 你先救谁呀 又是这道世纪大难题呀 那你还是问我妈和你同事掉水里的事 王阳 这个问题你不过说清楚 咱这日子就没法好好过了 怪不得你带我去看港炯啊 原来是为了让我跟你一块去 重为你的女神梦啊 哪能呢 明明是最近的电影除了港炯之外 全都是三弟子 那王阳公司给那票 那只能看一样二弟子呀 你是不是嫌弃我人老猪黄了 我不嫌弃啊 不嫌弃 那就承认我人老猪黄了 我还没嫌弃你当初一无所有一 平如洗 女人的逻辑是男人永远都无法 攻陷的铜墙铁壁呀 不是这咋了 还人身攻击翻上老黄帝呢 多大点事跟吃了二踢脚似的 想当初我也风华绝大 追我的人前扑后继的多了去了 偏偏我看过的你 虽然你长得不帅吧 但最起码你人老实啊 谁想到是我眼缺了 看走了眼 不是不就看一电影 你至不至于啊 至于 不再说了 每个男人年轻的时候 心里都有一女神 那是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 走 走就走 跟你说不通 我自我 随便把沙发去 王阳年轻时候的女神梦 对于楚楚来讲是如猴中刺 这个时候你对男人发难 只会被他们扣上 无理取闹的帽子 倒不如让他们试一试 和女神同虚的日子 想什么呢老婆 睡觉 老公 我觉得不能让时间 带走我们当年风花雪月的浪漫 既然你喜欢女神 从今起 我就做你心目当中的女神 好啊 好啊 马回来了 不走 怎么办 我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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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是 甚人 急什么呀 屋里有为你准备好的西装 换上 不用那么隆重吧 跟女神吃饭当然得隆重 我 换上 你想这么一出 我也挺 挺 挺紧张的 这都啥玩意儿啊 味道怪怪的 爆炒臭袜子呀 对位先生 今天晚上为您准备的晚餐有 罗宋汤 沙拉 餐包 鵝肝 标准的烛光晚餐配置 不是 老孟 我这工作一天回来我很累 我就想吃口家常菜 你整这些东西 我吃不习惯了 跟女神吃饭 吃的就是格调 粗茶淡饭 女神也吃不惯 这话说得好 看来跟女神过日子的第一天 罗宋汤就要饿肚子了 哥 老爸 这衣服可是快两周没洗了 我没衣服穿了 就这件 反面 正面 我已经穿三次了 晚餐吃什么呀 老爸 老爸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都瘦成什么眼了 以前我这件衣服 是修身版的 现在生是被我穿出了嘻哈的感觉 洗衣做饭那是老婆做的 而是女神做的 不然女神怎么保持一双细皮嫩肉的双手呢 这话说得对 你什么时候见过电影里的女神 干这些粗活泪活呢 不是 那你看 咱这家一周没收拾乱成什么样子了 你这女神做得简直成了乱世佳人呢 对了 老婆 昨天我在维品会又买了一些衣服 还有个包 麻烦 掏腰包 不买了 女神必须要包装自己啊 对了 回头你那辆破车也换了吧 这要有什么讲究 以前的女孩要的是白马王子 现在的女神要的是饱马王子 你见过女神 有从破夏丽车里面出来的 你以为女神的漂亮情调情趣 都哪来的 不就是有闲又有钱吗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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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不再要什么女神了 我只要我老婆 老婆 那你的女神梦怎么办呢 我呸 不要什么女神 一点不许家实用 老婆你说得对 那女神呢就是男人得不到 她所设想出来的 老婆 我算是明白 那你 才是我最好的女神 楚楚一语道破 王阳幡然醒悟了 你想明白了 你终于想明白了 好吧老公 那我就不折磨你了 你想出什么我给你做 老婆 你太好了 这我真是红烧热 反正是我更要一大碗 我想死了 我真是你老公 等我安 老婆我来了 楚楚通过伴女神 终于让王阳明白了 女神只是存在于 虚幻的想象当中而陪伴 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等你 老婆 有个刚才电影院的那些小女孩 是不是有点太逗了 一看零天七出来 激动成什么样 幼稚的 可是零吉她的确很帅啊 她简直就是我们每个女人 心目当中的男神 男神你懂吗 老公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那种 胸比我还要大的呢 所以我决定 我要把她所有的电影 看一遍 对对对 咱能晚上吃什么呀 追男神 还用吃饭吗 不用吃饭吗 我胸不小啊 如何才能让家里的装修 看起来高端 大气上档次呢 舒子晨被家里买了一副油画 这副油画绝对不是 她用来美化家庭装腔做事用的 她对这副油画那是真爱 最近听说成语的妈妈 要来家里住两天 那这两件事情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乖了 停水了 真是 邪了门了 这并不是邪门 而是羽妈恰巧 赶上了小区的水店维修 你 我怎么觉得 浑身上下 凉索索的 这 这挂的什么鬼画啊 一直以来我也有这个疑问 这墙上画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真不吉利 这会不会影响紫辰怀孕呢 回来喽 到家了 亲爱的 快下来吧 已经到家了 没有休息室吗 家 得嘞 你妈回来了 别怕 她是你妈 我是你妈 妈 这不 小区来电了 妈 妈 妈 吓死我们了 对 那时候您要来让我们去接您不就得了吗 对呀 我们去接您多好 吓死我们了 雨妈根本听不见 她看着墙上这幅邪门的画一心认定 是她影响了儿媳妇的运势 妈 怎么了 你们不是工作忙吗 我怕打扰你们 我就自己过来了 你们还记得胡大夫吧 胡大夫 记得记得 就是那个妙手回春的中医 是啊 我找胡大夫抓了药亲自送回来了 紫辰哪 这次肚子可要整大气 妈 我们还年轻 我们想啊 妈 我跟紫辰吧 已经想好了 会尽快要孩子的 舒适千 别死了 你说 这幅画 是 是 妈 那个画呀 是我在国外买的 是 是 是你买的呀 可别想要看雨妈这一句话 再配上之前舒子辰的小动作 雨妈已经意识到了 其实是儿媳妇不想要孩子 儿媳啊 你还有两副面孔呢 表面答应我要孩子 私下就和成语一块儿骗过 看婆婆怎么收拾你 先把你这幅邪悟的话给处理了 妈 时刻不早了 咱们快睡吧 好 没发现家里有什么变化吗 老公 咱妈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呀 怎么可能呢 你看 多想了 那你看妈 那么想要孙子 你就不能改变改变她的想法了 亲爱的 是这样 你看现在养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而且咱们家现在经济状况 也不是特别好 对不对 我觉得呢 再过两年 咱们家经济状况好一点了 再养孩子好不好 原来是成语不想要孩子 那你跟妈说 是你不想要孩子的 妈 妈 不两天就走了嘛 咱们再讲讲两天 成语为什么不敢 跟老八实话实说呢 听听她内心的声音吧 孙子 那可是我妈的心病啊 我要是跟她说实话 她不打死我 老婆 咱们那幅画怎么没了 天哪 就知道咱们家这话之前 老公快报警 小偷来了 妈 你这是干吗呢 我天哪 我 我把家收拾了一下 把这个客戳的 扔到楼下去 我帮你 不 别扔 不用你 不用不用 妈 这是我的话吗 你怎么把她当垃圾了 她不急的 紫辰 她影响你的怀孕 妈替你给扔了 妈 不是你 妈 这是艺术品不能扔 对啊 这话 这话多邪门啊 你看 她妈给你那个画 那个大胖小子 你看她形形的 你找葫芦画票给妈妈 是个大妈妈吗 妈 你这叫封建迷信 你看那画那么土现了 谁还管 我对 你 你怎么呢 我 我怎么挂上了 你敢 断红马上就要升级了 我跟你说 妈要挂这个画 就图个吉利 妈要个孙子 有这么难吗 你要孙子 我们给你生一个 不就完了吗 你生吗 你表面上说生 可是你实际上 就不要孩子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敢把她烧了 你信不信 我今天非把她烧了吗 妈 你真瞒不讲理 你 你这叫封建迷信 你要烧 报些事了吧 承宇啊 承宇 你看看 她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承宇 你看妈 不讲理 你 承宇 你怎么能慢慢说话 承宇 不是 不是 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承宇赶紧想想办法 行不行啊 快 传爱呀 你这不是把我烧了得了 其实舒子晨从一开始 就明白婆婆 其实是误会了自己 但是 没有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 才闹出了现在这个闹剧 倒不如咱们回到从前 把真正的罪魁祸首 抓出来 好 心里的大妈妈 挂起来 亲爱的婆婆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好好看的妈妈呀 紫辰你真的像妈一跳 好 我挂这个就是为了图个吉利 你不嫌弃吧 怎么会呢 妈 回头我让承宇也多看看 紫辰啊 你喝的是什么呀 妈 你忘了吗 这不是你从胡中医那 拿回来的补药吗 紫辰 其实妈一直认为 你是不想要孩子的 怎么会呢妈 我特别喜欢小孩 就是承宇啊 他怕我们经济压力大 就想过去念咱要孩子 是吗 承宇在我面前不是这样的吗 妈 你不相信呢 那我让你看看他的真面目 真面目 最新情况 承宇起床就要出来了 不要紧了 快快快 走 早上好爱飞 妈妈呢 妈妈呀 买菜去了 老公 你看 妈挂的可爱不 我跟你说啊 妈呀想要孙子都想疯了 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妈的想法 亲爱的 那个 咱们不是之前都说好了吗 稍微晚一点再咬孩子吧 而且再说了 你不想跟我过完人世界了 别别 可是 那 骗妈的事我也做不来呀我 这个不叫骗 这叫糊弄 善意的糊弄 妈 这下你清楚真找的罪回祸手 不是谁了吗 而且啊 你看妈再过两天不就走了吗 对吧 再接过那两天差不多也得了 那什么玩意的 哎呦 我欠下外下没有想到 最后过祸手是你 不是什么呢 你这不孝子孙 还我你孙子 哎呀妈呀你这干嘛呀 哎呀妈 哎呀妈 哎呀你别打我 打坏了我没人给你生孙子了 你那我老了是不是 可以糊了我了是不是 我没有糊了 哎妈 哎妈您当心点您身体 哎您别打了 你喊一下糊弄我你 我没有 妈您您您您真的 我哪敢糊弄您啊 您问数材 我明年明年 对对对 行行行 对 你过来不打你了过来 你过来 走 跟我写保证数据 走 走走走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妈回来啦 老公你看你那画一个画面都没有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揪的 我可没揪 儿子老妈回家了 切记你的保证书勿念 亲爱的 老公 我们终于可以过上没有催生的二人世界了 哈哈哈哈 别抒情了 没发现家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啊 老公 啊 我怎么感觉我背后两手手的呢 没错 咱们家突然多了很多孩子 啊 哎呀 我 我的画呢 喂 妈 儿子 你告诉紫辰 说妈妈很喜欢他的画 所以啊 我就给带走了 啊 妈 妈 你怎么最后都没发我 我都撑下坏啊 今晚的支招对您有帮助吗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练加油方 欢迎您给我们湖南卫视练加油方的官方微博多多留言 告诉我您的故事和您的困扰 练家观察员将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解决两方 记得今晚八点微品会APP特买专场等你去想 也欢迎大家通过芒果TV点击观看我们的节目 每周日到每周四晚七点半练加油方为你破解生活中的烦忧 下期见